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公布 北部高中生确诊案例 引起民众忧心 新北市长侯友宜宣布 今年6月底之前 新北师生全都不准出国 全生配悠悠卡正式开通 未来消费者只要透过手机下载 手机直接变身悠悠卡搭捷运 也是用小额消费 以及在手生活更便利 国际金价随着疫情波动 有嫌犯拿9条假金项链到档铺点档 成功骗走39万2000元 警方逮捕两名嫌犯 因诈欺罪移送第一名嫌犯 大家好 我是张子婷 欢迎收看今天的凯博大台北新闻 新北环状线发布形象广告 由金马奖最佳新演员范绍勋 与能能家商的篮球队联合演出 以篮球的利于美呈现环状线 入网流动感 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 环状线是新北市轨道建设的里程碑 期许未来能够带动大台北地区 更蓬勃发展 新北环状线已通这一个多月 美金酝酿超过200万人次 新北市府特别发布形象广告 邀请以电影下半场 荣获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奖的范绍勋 与刚缔造HBL208的能人家商篮球队 共同演出 完美呈现新北环状线的流动感 以便捷性 希望我们的新北环状线 我们民众爱上它 喜欢它 更重要要应用它 因为可以省了20分钟 不要到台北市台去绕了 从新店到新庄 升几十分间 所以大家好好的坐 好好的理由 那今天看到我们年轻的同学们 充满着憧憬 我们的未来就在你们身上 环状线未来也在你们身上 家住永和的范绍勋表示 平时自己也常搭捷运出门 身为新北市民的他 很荣幸可以拍摄这支形象广告 也期待与大家在新北环状线相遇 他跟我在车上分享 他说要去桥河站必须先到景安镇 再搭262到桥河 他整个要两个小时 那现在环状线通了之后 他变一个小时车的 所以他很开心 他就常常到直接从桃园 基杰然后到新北产业园区 然后到桥河 变一个小时他都去唱和唱法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爱的故事 而且他跟我聊完这段故事的时候 我就说很开心认识你 我是环状线JC代言人 他就说我可以跟你要电话吗 就拿出纸笔开始想要抄 我觉得好可爱 过去台北捷运系统接着放射状 民众搭乘捷运到新北市各处 都需要先进到台北市转程 而环状线则以同心圆的方式串联 大幅缩转搭乘里程及车支 侯友宜欢迎市民朋友多加利用 享受更便捷的交通运输网 记者伦宏陈宏报导 另外在捷运环状线大平临站 市帐按摩旗舰店揭牌活动上 新北市的校园防疫进度 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由于3月15号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公布新增一例北部高中生的确诊案例 引起不少民众担忧 因此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宣布了 到今年6月底之前 新北师生如果不是特例 全都不准出国 新北市长侯友宜为了帮助弱势族群 特别出席捷运环状线大平站 所举办的市长按摩旗舰店开幕活动 由于属于密闭空间 因此侯友宜与到场来宾及媒体记者 几乎都戴上了口罩 尤其15号台湾又新增6起 新冠肺炎境外移入确诊案例 其中更有一例是北部高中生 引起了不少家长恐慌 因此侯友宜也宣布 新北市市生在6月底前不准出国 除非有特殊需求 必须报请核准之后才可以 新北市的所有的师生原则上 受不准出国 有例外要个案来报准 核定以后才可以出国 侯友宜强调新北市更要积极往前备战 学校除了执行量体温与消毒 更要落实三层防护 无健康原则 而新北市议员刘哲章也表示 全力支持市府所推动的防疫政策 并呼吁新北师生与家长更要遵守规定 对于我们新北市 不管是老师也好或是学生也好 在6月底以前禁止出国 除非有特殊的情况 要经过核定 我觉得这是支持的 因为我们不希望说 造成整个校园的传染 当校园一传播的话 我想这将是我们台湾疫情的大灾难 为了防堵疫情持续扩散 也希望想要出国玩的民众先人认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 神宋配悠游卡全台正式开通 未来消费者只要透过手机下载 手机直接变身悠游卡 不需要开启荧幕就能够过捷运的闸门 而且支援学生票以及1280的定期票 同时也适用小额消费 只要一集在手就能够享受更便利的生活体验 悠游卡公司与台湾三星联合举办记者会 宣布Samsung Pay悠游卡正式上线 未来民众的三星手机 可以申请下载悠游卡 就可以直接使用手机感应公车 接用的机台 小额消费也适用 就和使用实体悠游卡一模一样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合作 可以让我们神宋配的使用的 居集的使用的频繁度 也可以超过70% 那也呼应台湾政府 对2025年的行动支付的一个期待 希望能达到90%的一个行动支付 这也是整个市场的大趋势 Samsung Pay悠游卡除了普通卡外 也可以下载学生卡 卡片到期前30天 用手机就能直接申请延长期限 另外台北市推行的1280定期票 透过Samsung Pay也可以直接购买 至于进老卡或社福卡 则是由各县市政府核发 目前还无法提供 既然它可以变成学生卡 可以变成1280 我们已经先做到第一个示范 那未来当然我希望我们也可以跟三星洗手 去跟各县市政府来讨论 可不可以让三星悠游卡 能够变成敬老卡 爱心卡 社福卡或相关的市民卡 这一点我觉得技术上是没有问题的 那其他的可能就要看各县市政府的考量 透过这次合作 让悠游卡在行动支付市场 跨入崭新的新纪元 不但让悠游卡的消费体验更多元 更将加速无现金社会实现的时程 让民众生活更便利 记者刘湘婷采访报道 网红当道 现在就连警政单位都敢搭网路直播的热潮 在台北市南港警分局就首创网路直播节目 阿达开讲 包括侦察队 交通队 总动员 除了讲解各式案件内容 还规划了诈骗小短剧 提醒民众要防范注意 而最近一次直播 特别与凯破大宽评 新台北有线电视来合作 还加入了有讲争达的桥段 让网友直接参与 达到寓教娱乐的目的 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我们第四盘我们今天非常的荣幸 我们请到新台北有线电视公司的凯破主播 我们的李云珍李小姐 掌声欢迎 现场欢呼声此起彼落 主持人与特别来宾的对答 更是妙语如珠 这可不是在街头卖药 而是南港分局领先 全台北市各分局 首创的直播节目阿达开讲 这次特别与凯破大宽评 新台北有线电视合作 邀请新台北节目部经理李云珍 担任特别来宾 举行有讲争达 向网友宣导预防诈骗 有卖很多口罩 还有别的东西是 我们这边口罩消毒药水 为了让直播节目不单调 阿达开讲每集都会规划 警察同仁协助 配合当日主题或者是近期的时事 演出趣味的小短剧 所有桥段和道具 都是同仁们自行发想制作 再加上有讲真达 提供小礼物与网友互动 让短短三四十分钟内的线上直播 每个单元内容都连贯而丰富 我们会一直做最新的一个题材的一些发想 然后我们就找了一些分局 对于这些有兴趣的同仁 然后他们也非常的热情 我们就利用这些 大家一个闲暇的时间 然后来做一些排练 然后大家也做了非常的好 结果我们感觉到效果非常的好 希望大家多多给我们支持 由南港分局首创的直播节目阿达开讲 这间已经直播了四场 每场都吸引许多粉丝网友收看 警方表示 直播除了可以考验远景的 临场反应和内容的连贯性 也希望让网友更了解 各种不法案件的手法 进而学习如何保护自己与家人 达到寓教娱乐的目的 记得同仁华 材料报道 新店十四章的思心词 当初因为捷运环状线计划推动 在2013年拆迁 站错于南机场B604桥旁 而经过多年的争取协调 去年终于取得了建造 并且在3月9号举行动土典礼 未来将会移入央北历史公园 重新建庙庇护乡里 新店十四章思心词 3月9号上午在央北二路 思心二路交叉口 举行了新建工程动土典礼 依照古法进行了相关仪式 思心词是新店地区 最古老的土地公庙 因为捷运环状线工程 在2013年拆迁站错于 南机场B604桥旁 如今在捷运通车后 依照规划将移入 十四章历史公园涌存 并且重新建庙 90几年的时候 捷运机场征收 要拆迁嘛 所以说我们经政府单位 我们去新北市政府争取 所以说现在拨个100坪 在我们的历史公园 重建 对我们地方 我们的地方都是意义很大 在主委刘新强的带领下 思心词的委员们 与主要干部进行了团拜仪式 祈求新建工程一切顺利 根据了解 思心词过去是坐落于 名声录86项 于乾隆44年新建 超过了200年的历史 其中最特别的是 在还没拆迁前 庙于土地所有权人 登记的是福德神 也因此当时在拆迁时 补偿费一直无人出面领取 未来就将在历史公园内 这100多坪进行重建 因为我们在里面 也是土地公庙 有100坪的土地 所以说要提供土地 但是我们要自费 所以说这个经费 经费的由来 可能很庞大的 要好几千万 所以说这个时程 假如有经费的话 就很快 没有经费 可能就会偷一点时间 依照流程 新建14张私心池 动图仪式 在众人的建政与祝福下完成 最后更以采烟泡栈 让整场的典礼 热闹滚滚相当隆重 如今终于获得行政院 汉兴北市政府核准取得建造 但新建工程 所需经费达6000万 需自行筹目 希望能够获得民众支持 帮忙私心池土地工 盖好新家 建造完成 庇护相利 记者陈小旦 新店采访报道 广告 广告回来告诉您 对不少大台北地区民众来说 昂公宝怡大夫是相当重要守护神 文山区公所与木柵中顺庙合作 举办昂公文物展览 让大家更加认识在地新闻文化 OK Google 播放新闻 OK Google 今天天气如何 OK Google 帮我叫电视管家 音量调高 帮我找阿琪悠悠人 OK Google OK Google 帮我叫电视管家 搜寻失卓 智慧声控大小事 就从看电视开始 现在办凯博大宽屏指定专案 Google Nest Mini 马上带回家 0809 009 658 凯博大宽屏 OK Googl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来凯博大台北新闻 随着疫情升温 国际金价也跟着波动 有嫌犯看准黄金有利可图 拿9条假的金项链到当铺来点档 因为业者顾虑点档品可能会被赎回 所以只会青瓜表面来确认 就这样让嫌犯蒙混过关 成功地骗走39万2千元 警方在今年的2月份 逮捕到两名嫌犯 全案依诈欺罪移送 第40地检署来侦办 原警来到新北市中和 阳性嫌犯住处 查扣手机等证物 52岁阳性嫌犯 因为涉及拿假金链 到当铺点档 骗取借款 遭到警方逮捕 另一名共犯 诚姓友人 则是早在三天前 就被警方带回 阳贤等两人 在105年及106年两年之间 分别持9件假金链到7家当铺 来去点档 宣称这是真的金链 那点档直接的款项 总共合计 新台币39万2千元 根据警方调查 嫌犯看准当铺为了保持 点档品的完整性 只会青瓜表面确认 经过三个月后 没有被赎回 店家融金 才发现是假金链 9件金链点档 价值从2万元到8万元不等 最重的106克 嫌犯得手金额 一共39万2千元 全案依照违反刑法 339条诈欺罪 解送40地检署证办 那我们呼吁 档铺在收档的时候 应该详加的鉴定 以防遭诈 两名犯嫌若往时公称 因为做生意缺钱 才会铤而走险 不过因为嫌犯有毒品前科 真正的方案动机 还需要深入调查 警方还呼吁档铺业者 收档物品 应该详加鉴定 以免受骗 损失惨重 记者邱世民采访报道 而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现在有许多人 干脆会尽量的避免外出 宅在家来追据 有一名工程师 就架设了网站 非法提供电影 让人家来连接观赏 赚取会员费牟利 而他影响票房 以及广告收益的不法行为 侵权大约上亿元 经电影公司报案 这名工程师 遭到刑事局逮捕 依照违反著作权法 移送法办 冰雪奇缘第二集 1917跟峰回路转等等热门电影 只要动动手指 就能在网路上免费观赏 刑事局接获四家电影公司提告 由网站非法提供网址 让民众浏览电影 严重侵权达上亿元 因为其实我们都是 从国外取得版权 然后再授权到各大平台 比如说中华电信 远传这些的 那其实也是间接的 保护我们客户的权益 目前我们看到的资料 大概是有12到16部 那出估影响大概是 700多到800万之间这样子 现年30岁 在科学园区工作的嫌犯 藉由收取会费跟月费牟利 荷包赚得满满 而刑事局在2月收网逮人 依违反著作权法移送法办 犯选在国外的云端主机上 架设网站 借着他的网路跨境吉利民信 然后去造成查契的断点 那让时的执法人员难以查契 那犯前更借着 违法架设的网站 去收取会员的广告费用 还有赞助费用 随着时代演变 盗版生态也由传统的 DVD光碟转向网路散步 增加警方查契的困难度 不过警方也基于破案时机 重申打击非法的决心 要保护智慧财产权 记者顾参永 参谋到 来关心几则 地方建设的消息 在台北捷运 永春站的出口处 其实开了很多家的餐厅 由于当地的边沟 在四五十年前 失作后就没有更新 店家也没有安装 油脂节流槽 下水道因此常常会阻塞 和散发臭味 为了要解决问题 广居里的里长杨玉棠 除了呼吁餐厅 尽快的安装节流槽 他也协助更换 边沟的设备 希望能够还给地方 一个干净的环境 监云永春站四号出口 后方的虎林街内 因为地缘关系 全都是餐厅 也就是所谓的 住商混合区 但是也因为是旧型公寓 一楼道路旁的边沟 早就该太久换新 编了一些预算 要把这个 预计要把这个水沟 重新 沟体跟沟盖 一起把它更新 因为这个沟体跟沟盖 也是很旧的 因为这个都是 四五十年的水沟了 防具里长杨玉棠 熟练的拿起盖子 这是餐厅店家 为了防止污水直接排放到下水道内 自行安装的油脂节流槽 当初这条巷道的污水 因为油脂太多造成阻塞淹水 因此里长决心整顿 除了呼吁餐厅都能够安装节流槽 他也协助会更换编沟设施 希望应劳永逸解决问题 污水他们不流通的话 都会产生一些臭气 所以这个也影响我们居住的品质 因为我们水沟做好了 你节流槽没有做的话 还是一样会排进去 这样以后还是会有油脂 汗流在那边 餐厅洗菜 烹调过后产生的污水 全都直接倒往下水道 长期下来既堵塞又散发臭味 让居民抱怨连连 杨领长表示会在与店家沟通 希望能够尽快达成共识 还给广居里一个干净的生活环境 记者 丛德华 新闻报导 台北市私立开南商工 不仅是创意发明竞赛的金牌长胜军 电机科室内配线 以及技术室的专业证照 通过率更是一举突破了九成 远远超过各校的平均 加上丙级专业证照 几乎每一位学生毕业前 都是手握满满的证照 毕业起薪至少36K起跳 爬上电线杆模拟电路检修作业 基础室内配线工程 同样难不倒他们 台南商工电机科 把食物现场搬进教室内 同学们透过实作 牺牲假期到学校专研数科学科 每位同学平均都有四张以上证照 目前有七张 我有室内配线丙级跟室内配线乙级 还有自来水配管的丙级 跟工业配线丙级 还有电力电子乙级 工业电子丙级 最难考的应该就是室内配线乙级 因为在平常练的时候 这些时间都有缩短 跟丙级差很多 然后像我刚刚看 旁边这个第三站 就是要爬电线杆 然后有时候检进场那边都会比较 比较高一点 就看起来会比较可怕 要终于面对自己的恐惧 室内配线以及证照 在业界称为假种电将 考取难度相当高 开南商工电机科表现亮眼 去年22位学生报名检订 有20位顺利通过 录取率再创新高 不但吸引国内知名企业 洽谈产学合作 未来就业起薪 至少36K起跳 现在目前已经有 国内的前三大的电梯厂商 来跟我们接洽 要做产学合作了 就是因为我们有考试 室内配线乙级的原因 那我们室内配线乙级的话 出去的话可以 第一个可以申请 那个甲种成创业 可以自己开公司 那第二个话 因为这个乙级自信是证 它还可以做 考试加分的作用这样子 那像那个公家单位的话 台电台铁高铁捷运 他们都非常需要这种 有室内配线 以及技术的人才 开南商工不仅是 创意发明竞赛的 金牌常胜军 电机科室内配线 以及技术式专业证照通过率 更一举突破九成 远远超过各校平均通过率 加上丙级专业证照 几乎每位同学毕业前 都手握满满证照 也难怪成为业界 炙手可热的人才培训摇篮 记者邮箱亭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回来凯博大台北新闻 新北市卢州区柳堤公园 去年10月配合广场的地平改善工程 除了将整座广场变成会呼吸的透水设施 同时也将原本的高台阶梯 变成成为了一个磨石子的溜滑梯 现在成为大人小孩休闲同乐的好地方 小朋友在家长的陪伴下 尽情享受溜滑梯的乐趣 卢州区柳堤公园 去年10月配合广场地平改善工程 除了将整座广场变成会呼吸的透跑水除水槽 也将原本的高台阶梯变成一座宽滑道磨石子溜滑梯 及一组立体攀爬龙 成为大人小孩休闲同乐的好地方 阶梯的高低差的部分 我们做一个宽滑道的磨石子滑梯 以及我们的立体攀爬龙 这部分我们假日的时候 真的非常多的小朋友来使用 也带动这边的一些特色游具的部分 占地广阔的柳堤公园 不但风景优美 也是卢州区的防灾公园 这是驱公所大刀阔斧 进行整修 更打造别具特色的工农性游具 让附近里面都占不绝口 觉得蛮棒的 就是小孩很安全 然后玩得很开心 大人小朋友都可以玩 我们柳堤公园本来是一个防灾公园 现在因为很空旷 现在珍色这个柳堤公园 星期间人很多 家长也很高兴 有画龙点睛的效果 重新启用的柳堤公园 成为新北市第19个特色工农性公园 独座区公所欢迎民众 西家带眷 前来体验 享受亲子欢乐时光 记者罗伦宏采访报导 对不少大台北地区的民众来说 安公宝怡大夫 可以说是相当重要的守护神 为了要让大家更加了解在地信仰 台北市文山区公所 以及木栅的中顺庙合作 在文山公民会馆 举办了安公的文物展览 欢迎大家踊跃前往欣赏 祥狮献瑞求平安 接着安公宝怡大夫在众人簇勇之下 乘坐轿子巡视 护用五股丰收 祈求风调雨顺 一张张珍贵历史照片 与福令 百年神教与香炉等等宗教文物 反映大台北地区民间的传统信仰文化 由于早年鲜明以物农为生 当地的信仰神明 安公宝怡大夫 就成为台北各聚落农友 茶农的信仰主神 保一大夫也就是我们历史上在唐朝 安死之乱的死守随洋城的张寻将军 早期来台湾的时候 他是属于除章 保护农民的神尊 免受虫害 免受脏器 他也可以保护农民丰收 大文山地区有很多的移民是来自于福建安溪地区 他们也把安溪种茶的这个文化也带到了大台北地区来 淡水平林北投这些地区 还有包括到了深坑石定平林新殿这些地区 我们邀请我们民俗专家 坚有庆老师 等等一些有名的专家来跟我们讲一个安宫的一个文化历史 透过一个安宫的讲堂的一个文化历史的讲座 让我们安宫文化可以更深入我们的民心 而为了饮水思源 也替地方上即将到来的文山茶笋节活动暖身 今年文山区公所结合木榨中盛庙 在文山公民会馆盛大举办安宫信仰文物展系列活动 欢迎民众朋友在3月30号前往参观 认识北台湾的安宫信仰以及茶产业文化 就是顾参永 参谱报道 各位新闻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孟哥 今天开始冷气团减落 虽然在早上的时候还是有点凉 普遍市区的低温都是来到15到16度 但是到今天开始气团减落之下 气温就会有明显的回暖了 不过会受到一些水气增多的影响之下 会转为多云的天气 甚至到了晚间水气会再增多 这个天气形态又会转变成比较阴沉 接下来到明天开始就要变天了 会受到下一波的滑暖水气通过的影响 各地在我们新北市都会容易有一些短暂震雨 并且持续到礼拜五 所以从明天开始天气将会是转变比较不稳定 下雨的时间也比较不容易掌握 提醒您一定要随身带好雨三雨一哦 以上就是今天的凯博大台北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平安顺心 我是陈子庭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